欧洲峰會與會的領導人表示 歐盟和美國的夥伴關係至關重要 與此同時俄羅斯表示 已經準備好就烏克蘭的問題 和美國新政府對話 中午 歐盟委員會主席范德拉恩 在歐洲峰會上強調 保持與美國的夥伴關係 對歐盟至關重要 范德拉恩還表示 歐盟可能考慮用美國的液化天然氣 來取代俄羅斯的供應 德國總理肖斯則表示 歐盟有能力應對川普 可能實施的關稅政策 但合作夥伴首先因尋求談判 與此同時 俄羅斯政府表示 谷丁已經準備好與川普對話 並討論烏克蘭問題 但俄羅斯在烏克蘭問題上的目標 保持不便 自前一天 普丁祝賀川普贏得美國大選 贈養他在遭遇暗殺時表現出的勇氣 新唐電視臺記者 趙鳳華田園綜合報導